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驱魔人》以及其他电影强调是用圣水 祈祷甚至理性来驱逐邪恶势力 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史诗般的战斗在观众眼前上演 《驱魔》是电影也经常着迷的话题 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描述天主教会进行的驱魔活动 可能是人们最为熟知的驱魔活动 但任何驱魔活动的核心都是与邪恶的持久斗争 2018年有报道指出 在世界部分天主教社区要求的情况下 范蒂刚开设了一门驱魔课程 来自50个国家的250名神父前来罗马学习 如何辨别恶魔附身 倾听其他神父的个人经历 并了解驱魔仪式 文章还指出 每年有约50万人在意大利寻求驱魔 而2017年一个基督教智库的一份报告称 在英国这样的做法也在增加 部分原因是五旬节教会的传播 此外据报道 2022年马尼拉总教区开始建造全球首个 针对被恶魔束缚者的驱魔中心 每日电视新闻节目国家新闻桌 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 关于为什么驱邪术兴起的两种理论 让我们看一下以下的报道内容 与天主教徒一起工作的 纽约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 精神病学委员会认证的 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 加拉格尔博士提出了他两方面的看法 他谈到一种理论是说 人们对这些事物更加关注 认为自己需要接受驱魔 而实际上并不需要 如今年轻人在充满各类影视作品 和超自然信仰的环境中长大 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事物 他也谈到了第二种理论 许多驱魔者认为 通过与另类灵性的接触 有些人向邪恶势力和邪灵敞开了大门 从而保护了更多主流宗教人士 免受邪灵侵害 这里说明一下 另类灵性通常指的是 与主流宗教传统不同 或超越传统宗教范畴的灵性信仰和实践 这可能包括对宗教教义的重新解释 新兴的宗教运动 非传统的灵性实践 以及个人对宗教和灵性的独立探索 这一系列多元化的信仰和实践 如新时代主义 东方哲学 新宗教运动 神秘主义 邪教 瑜伽 冥想等 在这些领域中 一个人体往往更强调直观体验 个人灵性探索和对自由信仰的追求 在基督徒中 关于这一问题 我们有什么看法呢 实际上 基督徒的观点不尽相同 有些人不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 在世界上有恶魔势力的存在 还有些人则被认为是过于灵性 因为他们无论什么事 都把事情和邪灵联系在一起 还有第三类人 他们意识到 以福所书六章十二节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圣经中说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不管你对这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我们不能掩耳不闻 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没有灵性活动的世界 虽然我们不生活在旧约中 有许多超自然现象的时代 但撒旦和他的恶魔 在当今世界中同样活跃 当然上帝也同样活跃 在今天的世界中 撒旦暴露在阳光下 只是他想方设法 把恶魔活动正常化 让人们视这些活动为正常现象 请记住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在这个世界上 不信者被撒旦蒙蔽 他们把好的当作恶的 把恶的当成好的 如果一个基督徒提到某些有关恶魔的事物 他们可能就会被贴上过于灵性 或者狂热分子的标签 所以人们都回避不谈 结果是很多基督徒在谈论恶魔或邪灵活动时 会感到不自在 他们更愿意谈论天使 而忽视了魔鬼的存在 然而圣经说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成为明智和成熟的信徒 了解魔鬼的图谋 也不忽视属灵战争的现实 我想告诉你有关恶魔的两件重要事 第一恶魔会倾听 第二恶魔会知道 接下来 我将更详细地探讨他们知道的事 首先让我们探讨恶魔会倾听 当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时 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恶魔的有据事情 在这段经文中 第二十八节 他见了耶稣 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 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在第三十和三十一节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 鬼就央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在这里请注意这两点 首先 鬼看见了耶稣 然后 当耶稣问他名叫什么时 鬼就回答了 他听到了问题 并做出了回应 以故圣经教师叶光明 曾将恶魔描述为 拥有独特属性的个体 他说 恶魔有真实和独特的个性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 罗马军团有六千名士兵 所以这个人说他体内有六千个恶魔 这是明显的 因为他受到了最严重的压迫 圣经说他住在坟墓中 这意味着恶魔将他孤立了 使他远离社会 远离生者 远离亲人 这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关于受到恶魔压迫的一点 魔鬼喜欢孤立人 魔鬼喜欢将人逼入绝境 让他们独自一人 没有人支持 因为我们当我们孤单一人的时候 我们更加脆弱 此外 恶魔也具有认知 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至十六节 谈到神赐能力给保罗 使他能进行非凡的奇迹 神借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 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并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那时 有几个悠行各处 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负的人 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赤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 有犹太祭司长 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赴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剩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请注意 士基瓦的儿子们认为 他们可以模仿保罗 但当他们去驱逐 被恶灵附身的人时 恶灵认识耶稣 也认识保罗 但不认识这些儿子 意思是 恶灵知道了 这些年轻人的 属灵成熟程度 在属灵世界中 黑暗王国知道 你是否是真正 与耶稣基督同行的人 或者是一个 假装成真诚信徒的人 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事实的话 我要告诉你 恶魔是能看到的 他们有眼睛 能认出这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说 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神的儿子 他们看见他 认识他 再进一步 恶魔甚至能教导人 尽管是错误的 但他们仍能控制一个人 使人教导异端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你理解了吗 这里说 鬼魔的道理 我强调 所有这些 是为了使你明白现实 我们需要认识 我们所面对的敌人 和我们所面对的事物 你知道对基督徒来说 什么是危险的吗 如果在一条 名为基督教的路上 有一个巨大的警示标志 你知道那个警示标志 会说什么吗 它会大大的写着 驾驶者当警惕 不要缺乏知识地 走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这一生和来世的生命中 最伟大且最值得信赖的 知识来源就是圣经 圣经教导我们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义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同一本包含了神的气息 所呼出的所有经文的圣经 也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中 清楚说明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意味着人们会有真神的纯洁真理 摆在他们面前 但会有人选择 依附于与恶魔活动相关的来源 得到信息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必有人听从 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想一想 即使圣经也教导 魔鬼本身是我们所在世界的统治者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解释说 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 社会选择追随与魔鬼教导相关的原则 而不是遵循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之源 那就是神的真理 上帝的话语 让我澄清一点 鬼魔的道理 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 它们不一定是你看到的很明显的邪恶 反而更多时候的是微妙的 不起眼的欺骗性邪恶 魔鬼的教义会告诉你 你可以尽情犯罪 因为上帝的恩典是无限的 祂的怜悯是永恒的 魔鬼的教义会鼓励你为自己而活 照顾自己 追求财富 但在这些例子中 只有一大堆的谎言 掺杂着一点点真理 这些例子没有告诉你的是 是的 上帝赐给了我们恩典 祂的怜悯永恒 但是上帝是不能被愚弄的 人将得到什么 取决于人所播种的是什么 另一个鬼魔的道理是告诉你 上帝要关照你 并让你繁荣 但我们必须知道 所谓的繁荣 并一定是指物质方面 一个人可以在物质上繁荣 但在属灵上 却是死的 在基督里 属灵上的富有 远比物质上富有更有价值 因为一个人 就算得了全世界 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那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 作为基督徒 我们无需对人们 如此急剧地远离真道 而感到惊讶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看着这一切发生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至四节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保罗严厉地教导提摩太 他的责任就是坚定地 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上 因为这才是真理 他需要提摩太明白 即使别人转向邪灵的教义 他仍需传授和宣扬真理 他需要明白 当人们开始寻找迎合他们感觉的教师 而回避真理时 他必须继续给他们需要的 而不是他们想要的 保罗提醒提摩太 无论周围的情况如何 他必须坚守他所学到的话语和教义 而不是那些误导人的教义 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至八节 保罗在写信给加拉太人时也说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 那借着基督之恩赵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保罗知道只有一个真理 他也知道他的仇敌魔鬼 想要篡改这个真理 以阻止人们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 耶稣基督曾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就是我们需要坚守的真理 救赎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 天下没有别的名 可以拯救人类 只有一个上帝 也只有一个上帝与人之间的中宝 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当耶稣在世上行走时 他开始传道时的第一个信息 就是要人悔改并相信福音 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如果我们追随任何其他的教导 哲学或教义 我们就会误入歧途 背离对基督的真诚纯洁的奉献 而陷入侍奉魔鬼的世界 也就是黑暗的国度 按照圣经所说的 最终我们不会希望站在黑暗这一边 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同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上帝的话语和他的真理 将战胜一切其他的教导 哲学或教义 人类将能够与上帝 一同永远生活在他伟大的国度里 前提是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遵循他的教义 而不是世界上危险的教导